轰隆隆,城破了,杀,伴随着一声巨响传出,摇摇欲坠的城墙应声而倒,坍塌的不光是城墙,还有半兽人苦苦坚持的信心,快堵住,废物,不准退。 半兽人将领卖力地吆喝着,甚至还抽刀砍死了两名溃兵,然而溃败既然发生,就不是人力能够逆转的。 转瞬的功夫,法兰克士兵就杀了进来,迅速夺取了城墙,意识到大势已去的半兽人王,不得不舍弃王城,进行战略转移。 敌人的攻势太猛,王上,你先走吧,我们负责断后,不然谁都走不了。 半兽人护卫统领平静地说道,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 原本哭哭泣泣的后宫们,此刻也纷纷向半兽人王告别,自发加入到了断后队伍中。 能够发挥多少作用没人知道,但是大家聚集在一起,肯定逃不过敌人的追杀。 患难见真情,当代半兽人王虽然算不上一代天骄,但也是一名合格的君主。 要是在人族力量薄弱的北大陆,没准还能够一定的作为。 可惜他的运气不好,和大陆第一王国成了邻居。 实力上的差距,不是单纯靠努力就能够弥补到。 虽然他们已经很努力了,怎奈法兰克王国正处于上升期? 留恋的看了一眼众人,半兽人王跨上魔兽在数十名高手护卫下,脱离了大部队,鲁特西亚王宫。 陛下,前线传来消息,大军已经攻破半兽人王宫,目前正在肃清残敌。 可惜城中太过混乱,没有能够留下半兽人王。 不过,巴克西将军已经派人去追了,相信不久之后就会有好消息。 宰相伯格森公爵笑呵呵地说道,半兽人一族的文明程度不高,举国上下一共就那么几座城池,集中了全国的工商业,剩下的都是乡下部落。 王都已经是半兽人王国控制的最后一座城池,拿下此地之后,半兽人一族的文明直接被打回部落时代。 绝了半兽人的根基,又歼灭了半兽人的主力,后续的战争已经没有悬念。 打得不错,军务部起草嘉奖文书,尽快核定战功。 告诉前线将领,让他们尽快完成大清洗,半兽人的数量还是太多了。 查理三世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了最狠的话,这种事情,大家早已经见怪不怪。 作为历次大陆战争中必不可少的项目,无非是这次清洗的规模略大一些。 望着充满煞气的军营,森林精灵女王眉头一皱,这不是精灵想要的生活。 可是没有办法,作为一族联盟中为数不多保持公式的种族,精灵族在联盟中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。 虽然联盟溃败,精灵族也有偏安抑郁的实力,可那终归是建立在人族内斗加剧的情况下。 万一哪天人族突然统一了,甚至是只统一北大陆,都能够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? 平衡战略不是好玩的,尤其是小族在大族制中玩平衡,更是风险重重。 这样的下下之策,只要还有别的选择,谁都不愿意把种族存亡寄托在人族会持续内斗上。 大姐,情况对联盟来说很是不妙啊。 半兽人王国败的速度太快,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完成北大陆功伐,早知道这样就该提前出兵了。 草原精灵女王一脸懊恼地说道, 都是经验主义惹的祸,越是长寿的种族就越保守,靠着滑水,这项技能,精灵族每次都能够从大陆战争中捞到好处。 以至于碰上大陆战争,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,先让别人去打仗。 再好的战略也有被淘汰的时候,在经历大陆战争后,人族是越打越强,一族联盟却越打越弱。 一增一减之下,终于平衡,还是被打破了。 滑水战略破产,精灵们不得不拿起武器走向战争。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,谁也没有想到法兰克人的实力增长这么快,都还没有来得及尽全力,半兽人就提前崩溃了。 就算是我们提前出兵,对南大陆的战争,还是鞭长莫及,只是半兽人王国现在崩溃,联盟中各方的压力可就大了。 腾出手来的法兰克人会将下一个进攻目标对准哪里,谁也无法确定。 森林精灵女王忧心忡忡地说道,以法兰克王国的实力,加入任何一方战场,都能够改变战争结局。 本来一族联盟的日子就不好过,现在又多了这么一个不确定因素,掌权者的压力就更大了。 不光是压力大,我看他们都快要疯了。 为了让我们尽快出兵,这些家伙在信上提出建议,要我们先和阿尔法王国谈合。 各种理由列举了一大堆,好像不和阿尔法人妥协,我们就是不顾大局。 暗夜精灵女王吐槽道,因为地理位置的因素,一直以来精灵族在联盟中都占据了有利位置,每次都是大家求着他们出兵。 唯独这次的情况不一样,局势糜烂得不成样子,大家反倒是不担心他们继续划水。 没什么好奇怪的,半兽人王国的惨剧已经将他们吓怕了。 生死攸关的时候,谁还顾得上那么多? 何况目前的大陆局势下,也确实拖不下去了。 自联盟建立以来,半兽人是第一个被人族覆灭的核心成员,对各方的军心士气都是一个沉重打击。 我们要是不快点行动,很快就会有第二个,第三个,到时候局势就真的无法收拾了。 只是没有想到,阿尔法王国作为人族中最坚定的反联盟国家,居然和各方都有联系,还能够让他们出面帮忙说和。 果然人族都不可信,一个个皆是道貌爱然之辈,和他们打交道,必须要多留一个心眼。 森林精灵女王话音刚落,众精灵纷纷加入到了吐槽队伍中,一时间将人族喷得狗血淋头。 骂归骂,谈判的问题还是提上了日程。 人族想要覆灭一族联盟不假,但具体到细分国家,各自的利益诉求又不一样。 就比如说阿尔法王国,现在就不希望中南部的一族覆灭。 没有了这些异族制约,南强北弱的格局还会进一步加剧。 最坑的是北大陆的异族灭不掉。 大陆战争胜利过后,人族联盟确实会向北大陆各国提供支援,但这个支援力度却非常有限。 想要他们倾国之力投入,彻底覆灭北大陆的一众异族,那是不可能的。 在这种背景下,危机意识过头的阿尔法王国高层,自然想的是先自保。 人族统一大陆的伟业,暂时先不着急。 在下一次大陆战争中完成,或许是更好的选择。 吐槽大会越扯越远,渐渐偏离了讨论的主题,森林精灵女王不得不开口打断道,停。 这些问题稍后再进行讨论,现在我们还是先商议一下战垂大平原上的战事。 情况大家都清楚,我们那帮废物盟友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,要是没有援兵,恐怕要不了多久,他们就会崩溃。 大姐,你说的不准确,就算是派出了援兵,他们也未必能够坚持到援兵抵达。 为了支援那帮废物,我们已经搭进去了一支魔法师团和一支满边军团。 我们覆灭北海三国,都没有这么大的损失。 阿尔法人不好对付,要是继续增援,些许兵力只会平天伤亡,根本就起不到作用。 现在的战垂大平原上,除了三万远征军外,还有墨西人派出的八万大军,以及战垂王国残留下来的数十万溃兵。 再加上哈德逊那种大陆名将指挥,想要击败他们可不容易。 要是我们不出手,上古一族联盟就算是把南征军团全部调回去,也未必能赢。 要确保万无一失,我们最少要出动五个精锐军团。 想要减少损失的话,最好是出动十万大军。 且不说我们能不能抽调出那么多兵力过去,上古一族联军目前的情况,也坚持不了那么久啊。 前几日还出现了大规模使用盟友尸体的纠纷,要不是戴利斯处理的果决,搞不好他们自己就先火拼了。 真想要保住上古一族联盟的话,那么就赶紧和阿尔法王国谈判,让他们将哈德逊召回国去。 暗夜精灵女王没好气地说道,看得出来,对上古一族联盟,他已经丧失了全部的信心。 作用数十万大军,被敌人几万骑兵压着打,自始至终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,从未掌握过一次战略主动权。 要说上古一族联盟没实力,明显又说不过去。 仅从单兵战斗力来看,上古一族士兵可是普遍高过人类士兵。 就算远征军都是精锐,不是普通人族士兵能比的,遇上上古一族士兵顶多也就一打二。 遗憾的是,当数量扩大后,双方的实力差距就急剧扩大。 远征军可以轻松冲垮数倍于自身的敌军。 毫无疑问,这不是士兵不行,而是上面的军官废物。 从高层到基层各个阶段,远征军的军官素质都远高于上古一族联盟。 这些短板不是一时半会而能够弥补的。 有种族隔阂在,就算是精灵族想派人帮他们重新整合军队,也没有操作空间。 那就尽快启动和阿尔法人的谈判。 上古一族联盟再怎么废物,手中也还有数十万大军,要是再挖掘一下他们的潜力,还能够再动员几十万。 接下来需要战斗的场合多得去了,有他们加入,也能够减少族人的损失。 森林精灵女王一脸淡定地说道,仿佛拿盟友当炮灰,是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,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愧疚。 和往日里那个和蔼可亲的女王,完全是两个角色。 一名合格的当家人,必然是种族利益高于一切。 温情留给自家族人就行了,对外的时候必须要展露铁穴的一面。 远征军营地,哈德逊正忙碌地接待各路代表。 上古遗族联军已经快要被他逼到了绝境,最近这些日子,每天都有冒险脱离大部队出来寻找食物的散兵游泳。 帮战垂人,收复失地是一个政治口号,只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口号似乎正在变成现实。 尤其是最近几天,各路抵抗武装纷纷在各地发起了凌厉的反击,收复失地的捷报就没有断过。 但随着局势的好转,麻烦也多了起来。 经历了一轮战争大洗牌,战垂王国原来的利益集团已经被掀了下来。 东西战垂王国也没人提了,现在活跃在战场上的,基本上都是西战垂王国的贵族,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。 西战垂王国多山,到了战争年代,大山就是他们天然的屏障,让他们的实力得以保全。 而东战垂王国的倒霉大门,此刻大都还在赶来的路上,只有极少数反应快的贵族抵达了前线。 军事上的大洗牌,必然引发政治上的变动。 老贵族不愿意放手自己曾经的利益,新崛起的贵族,可不会轻易将自己手中的地盘交出来。 作为战垂王国境内最大的实力派,在这一轮的斗争之中,哈德逊自然拥有了左右战后局势的能力。 如果愿意的话,他能够将一名小贵族直接捧到战垂王国的决策中心。 只要不涉及王位,很少有他办不到的。 一招大权在握,自然是宾客迎门。 送上门的好处,不收白不收。 真要是不收利,这些地头蛇们反而会提心吊胆。 要不是战争尚未结束,他还会更加忙碌。 东西不是白收的,作为一名有节操的贵族,哈德逊还是给了大家回礼, 一份由北大陆联军指挥部颁发的战功证明。 想想也是醉了,在大陆战争爆发前,哈德逊想获得一个元帅的头衔, 那是千难万难。 包括墨西人授予的元帅头衔,都是交易回来的。 在大陆战争爆发后,都不等他去做什么,就获得了一堆元帅头衔。 主要还是奥古斯堡大杰之后,他曾流露出要挥施西进奥顿公国,阻挡精灵大军南下。 消息灵通的各国,立即拿出了最积极的表态,在北大陆联盟会议上任命他担任联军总指挥。 不管哈德逊是否接受,元帅头衔一个接一个地砸了过来。 所有的努力,只为一件事,赶紧去挡住精灵大军。 实质哈德逊都推了,仅仅只是接受了挂名虚弦。 不过这不影响他拿北大陆联军指挥部的名头变现。 看似是不起眼的一纸文书,实际上却是代表联军对各路实力派的一种承认,也是他们战后争夺利益的法理基础。 收礼收到手软,也不影响哈德逊的战略部署。 调着敌军已经七天时间,哪怕偶尔有精灵空军投放食物,填不饱肚子的联军也到了东溃的边缘。 传令下去,让大军埋锅造饭,破敌就在今夜。 战争到了这一步,哈德逊也懒得隐藏了。 依旧选择夜袭,并不是他喜欢野战,而是类似的操作,他已经演了敌军三次。 每次都做出星夜进攻的姿态,等敌军聚集起了绝死一战的决心后,他又果断选择放弃。 不断来回折腾,刻苦了鼓舞士气的敌军将领。 拼死一战的决心,可不是随时都能够有的。 热血沸腾,注定不可能持续。 就算士兵们想要持续,几肠碌碌的肚子也不允许。 是,元帅。 夜幕渐渐降临,在各族王者的催促下,士兵们强行提起疲惫的身体节症,随时准备着迎敌。 打了一个哈欠,巨人王没好气地说道,不用等下去了,这又是敌人的披兵之策。 所谓的进攻,无非是派出几百骑兵袭扰。 真要是发起总攻,敌人凭什么要提前告诉我们? 再这么折腾下去,恐怕不等敌人进攻,我们就先被折腾废了。 顺着巨人王手指的方向望去,赫然是一名士兵晕倒,被两名士兵搀扶着送入营地。 只是左边的士兵不在状态,稍不留神,脚底一滑,直接让三人一起摔倒在地上。 放入营地之下。